而这一对秘鲁祖孙返台 爆发了屏东县的家庭群聚 县府现在也公布足迹 这15岁确诊的孙子 居然是开车自驾南下 甚至还到田里头工作了有10个小时 立刻引发网友 歪楼留言了 他们说这是柯南吗 还是屏东国的规定不一样 还有人问是开跑跑卡丁车吗 县府澄清了 这是疫调人员用字简略造成了误会 这15岁的孙子是搭乘有人的车 家庭群聚的感染源到底是谁 还在调查中 屏东县放山上118位相亲来快筛 这名咖啡店也大消毒 这都是因为一对从命如反台的祖孙 爆发家庭群聚二传七人 屏东县政府24号公布足迹 其中这一位确诊者才年仅15岁 竟然从台北自驾回屏东 足迹甚至还到果园工作10小时 记者会结束立刻在网络以发讨论 网友说突然惊讶到 原来现在修法了吗 还是我们屏东地区规定不同呢 底下留言 过高屏溪就是屏东国乐 柯南都会开飞机这还好吧 有的说跑跑卡丁车吗 封建14岁就会开闪电霹雳车了 这很奇怪吗 网络上笑翻 县府事后赶紧更新 是搭乘有人自驾车辆修正成情 连夜溢掉之后呢 那在文字的描述上有些省略 试图人员用字太简略变成15岁少年自驾 但面图祖孙造成家庭群聚感染源诡异 祖孙俩6号返台搭乘防疫计程车回屏东娘家 却在14号居家隔离期间确诊 传人给隔壁邻居和同住友人 巧的是15岁少年返乡种田10小时也确诊 同样被怀疑是可能的感染源 在整个病毒株的一个基因排序定类 才能够公布这个病毒源 评论连续多天家里破关后 爆发家里群聚感染源比对中 制度人员麻烦错标15岁少年自驾返乡 还重点失掉时奇特奇迹 让网友留言一片歪楼 记得通常王树红评论不到